非常權威的Time 時代雜誌的一個報導 這個報導也就是說 有三名匿名的美國官員 向時代雜誌透露 川普政府可能會暫時擱置 向台灣出售F16V 直到美中達成貿易協議後 再來做後續的演繹 理由是什麼 因為美國跟大陸 一旦達成貿易協議之後 將會提升川普的聲望 振興股市 對川普來講 起來是現在最迫切的事情 所以白宮部分的官員擔憂 川普可能會為求貿易協議 而對中國的姿態軟化了 這三名匿名的 美國官員又表示說 美國戰割置對台軍售案的決定 並沒有讓台灣驚慌失措 為什麼 因為台灣這邊認為 美國會在美中達成貿易協議後 批准對台軍售 且台灣認為說 美中緩和緊張關係 對台灣更有利 所以這只是一個暫時割置 最後我們還是會買到 這個消息到底是真是假 結果消息一傳出來之後 總統府發言人林鶴銘馬上就說 關於媒體報導的內容 外交部與國安部介意有說明 相關程序進行中 並無擱置的情況 外交部發言人李憲章也說 持續跟美方保持密切協調聯繫 美方正進行相關審查程序 並無擱置的情況 國安部這邊當然也說 新聞稿已經發出澄清了 目前依規劃進行 已向美方提出發嫁書需求信函 進度完全正常 媒體報導並非事實 也就是不管是總統府外交部 還是國防部 都說時代雜誌發了假新聞 請問一下 我們要不要把時代雜誌 抓來關三天 還是有什麼其他的反制辦法 到底抵制時代雜誌 是 所以這個到底是個 真新聞還是假新聞 其實大概只有總統府自己知道 非常清楚 TIME對美國政府的了解 會不會比這一些所謂 出來講話的人還要更深入 我不知道觀眾朋友可以自己判斷 但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剛剛秀琳姐在講的 我們的政府相關檔案有沒有指控 時代雜誌 TIME是做假新聞 他有說並非事實 對 就這樣而已 他有沒有講說 這個新聞是絕對是一個捏造的 或者是惡意的 或者是根本不是事實 也沒有 他只是告訴你 我們相信最後會有戰績 問題是 我們的政府從來沒有告訴你 他的時程到底是什麼時候 我們可以拿來做檢驗 現在就應該講了 你認為沒有被擱置 時代雜誌的報導 你沒有批評他是假新聞 而不是事實 請問外交部 總統府還有國防部 現在目前按照我們跟美國政府 所簽訂的相關的默契的 一個未來的方向 什麼時候可以交集 什麼時候可以簽約 你可以先講到時候如期完成 就表示時代雜誌 他掌握的訊息可能是錯的 但如果真的一定要等到 中美的貿易協定完成之後 我們才有可能進行下一步 又或者會因為 中美貿易的過程當中 影響到我們的交際的時程 跟內容的話 你現在就先把底牌放到桌上 你先把時間跟內容告訴大家 會不會機型跟相關的組件 有沒有什麼東西有差別 價格 時間 你要講 我願意相信外交部跟總統府 可是過往這麼多次 每次總統府跟外交部 所講的事情 像上次的每日安保對話 我已經講了 這個例子好像舉了非常多次 你一直不願意相信 你認為那是環球網 它是所謂有解放軍背景的 你不相信 那Time又有什麼背景 時代雜誌觀眾朋友回去看 尤達大師那個封面 你記不記得 時代雜誌專訪過蔡英文總統 對不對 蔡英文總統 你有被時代雜誌專訪過 你為什麼讓他專訪 你對他是相信的嗎 還是怎麼樣我不知道 可是至少時代雜誌 是專訪過蔡英文總統 我記得好像還不只是一次上封面 現在這個雜誌 他根據他的管道 他訪問了三個美國的官員 他告訴你 事情可能會有一些變化 顯示美國政府 他更加的重視 跟大陸的貿易之間的 這些利益得失 還是那句話 跟我們前幾天講的都一樣 American first 美國優先 如果擱置對台灣的軍購案 會有助於美國跟中美 貿易談判當中 讓他們有更多籌碼的話 他們會去做的 簡單講這個訊息是這樣 你否認 那就請你告訴我們 現在目前中華民國政府 跟美國談的時程 軍購的時程是什麼 你可以一翻兩瞪 也讓我們大家都相信 政府跟外國講的是對的 所以這件事情很簡單 就是說今天 如果這個不是Time的話 如果是我們台灣的任何媒體 如果是中國時報 我真的不知道 又要被講得怎麼樣了 就是說又在暢衰政府 對 馬上又 是不是 所以觀眾朋友懂得我的意思嗎 當是環球網報導 那麼台日的安保對話 蔡總統提出之後 日本的外務省 他們不要沒有考慮的時候 你馬上就說它是假新聞 但是Time的時候 你又不敢說它是假新聞 你只是說不會 不會 我們相信不會被擱置 還是會有的 好 我也相信還是會有 可是這個會有 是在美中都談完了以後 在第二階段考慮還是怎麼樣 還是完全不會因為 美中的貿易協定的簽訂 過程當中的協商跟negotiate 然後來犧牲我們的權力 至少時間往後延就是一種犧牲 你是要跟大家講說 時間沒有往後延的問題 你就要提出 你跟美國政府 在相關的軍國的時候 你所要求的時程到底是什麼 最後有沒有按照時程走 其實很簡單的講 負責任的提出 你現在目前的說法就好 不要一句話就是說 這不是事實 然後我們的了解是並無被擱置 然後沒有相關的情形 結果情形到底是什麼 什麼時候可以拿到飛機 現在講出來 時間到了有拿到 我們就相信政府講的都是對的 川普這個美國優先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這也是我們不斷地在提醒 蔡英文政府的地方說 你不能一直把台灣 跟美國的關係壓到最重 所以另外我覺得 現在為什麼要跳出來澄清 最主要是大家也不要忘記 現在是在民進黨的初選 而我們大家認為蔡英文 現在民調低到只剩下美國關係 好像大家感覺上還滿良善 如果說連這個部分都證明了 其實現在的台美關係 還是中美貿易中的一個棋子 而已的時候 大家知道這時候對蔡英文的初選 那是更加更加的不利 所以為什麼現在總統府也好 外交部 國防部要大動作的 出來立刻做澄清 我覺得一方面是為了要救 這事情對蔡英文 現在在初選裡面的影響 再來我要提到的是 大家都知道其實現在中美的貿易談談 已經在最後階段 甚至說可能這四個禮拜 大概就會有一個結論會出來 而在前兩天 中共的國務院的副 他的所謂的副總理劉鶴 也才跟川普又見了面 所以我覺得這絕對不是 所謂的無風不起浪或是空穴來風 一定是有相關性 當然我們現在是提出了 所謂的發假需求信函 發出去只有說在四個月之內 美國要回復是不是同意 到現在並沒有說 一定會給我們軍售 所以我覺得我們這時候 千萬不要太過於樂觀 來看待這個事情 而現在 所以我覺得大動作的澄清 最主要 還是因為要救蔡英文的民調 還是內部政治的考慮 還是內部政治的考慮 但是我真的覺得這件事情 我們千萬不要輕忽 因為終究現在在中美談判 貿易談判真的是最後一階段 我們會變成棋子 這件事情我覺得我們真的自己 要非常非常來注意 千萬不要 因為我覺得軍售案 當然對台灣還是滿重要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我們是應該很務實的 去美國做相關的了解 台日安保對話 剛剛委翰提的那個 那個也被打臉 後來日本政府就否認 然後我們也就算了 所以你不要再提起大家就忘了 我很擔心 不要提起大家很快就忘了 這是中美斷交的時間 是1979年 然後本來一個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也是1979 就是斷交的時候 順便這個也廢了 然後後來訂了一個法 叫做台灣關係法 也是1979 所以觀眾朋友可以看到說 這三個重要的事件 斷交廢除防禦條約 制定的台灣關係法 都是1979年 今天剛好是2019 所以兩地 包括美國跟我們這邊AIT 都要慶祝台灣關係法40週年 但基本上我是覺得有點奇怪 是不是應該說慶祝斷交40週年 比較符合實際的狀況 為什麼有人慶祝斷交 慶祝建交很合理 慶祝斷交也很合理 慶祝台灣關係法也有點怪 為什麼會有談關係 是因為他們背叛了 我們才簽了這個台灣關係法 我們之前跟這個 這個TIFA就是這個 我們台美之間的貿易談判 從1994年談到現在還沒有簽 之前這個點政府 馬政府 這個TIFA跟TPP 去綁這個美牛跟美豬 所以美牛我們一部分開放的 TPP已經被川普廢了 現在叫CPTPP 我們一樣進不去 美豬是一個不定時的炸彈 不曉得哪一個政府 要去接這個炸彈 主持人其實我們真的想買是這個 國防部長去年在立法院 自己說溜嘴 我們想買這個 可是現在美國賣我們這個 這個跟這個差多少 我不是專家 觀眾朋友你自己Google 這兩個差非常大 這是新一代的戰機 這個是舊的 美國賣我們舊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說 他們舊的要賣我們 到底要不要賣 其實我們想買的是這個 但這個沒有辦法 社會很現實 國際社會很現實 川普說保護台灣 我們能得到什麼 川普是問他的國安會幕僚 南韓 台灣 我們能得到什麼 我想請問蔡總統 我們靠美國保護 那我們要付出什麼 川普都說我能得到什麼 那我們要付出什麼 剛剛林毅華委員講得很好 蔡總統自己說 我們不是棋子 我們也是棋手 可是從蔡總統執政 兩年多快三年 我的觀察 我看不出來我們是棋手 每天看那麼棋 我們是棋手 你要在美國跟大陸 這兩牆之間當棋手 那有多難 他是G1跟G2 兩大經濟體 兩大牆國 我要做棋手 其實很難 蔡總統現在拚民進黨 檔案出來講說 我們這幾年跟美國 跟日本跟歐盟關係都很好 我也看不出來 當然現在為了選舉 很多話都能講 但是我希望的是 明年能夠政黨輪替 然後能夠重新檢視 我們跟國際社會的關係 因為蔡總統的執政以來 我們到底付出了什麼代價 主持人我現在看不到 因為特別是美國的 眾議院跟參議院 很多奇奇怪怪的法案 有什麼 什麼在保證法案 什麼台北法案 什麼台灣旅行法 一大堆 這些東西是不是有 機密外交預算的付出 不知道 希望政黨輪替之後 能夠把它爬速充分 美國本來在國際關係裡面 就常常有兩手策略 尤其這時候 無論川普或是小英這部分 當然他有各式的一個想法跟判斷 應該針對川普的部分 大家都知道他是個狂人 也是個生意人 中美貿易現在 當然是美國現在首要解決的問題 畢竟你看每天美國股市 漲漲跌跌 漲漲跌跌 大家最關心就是中美貿易 但是這一次其實川普 針對中美貿易的開端 其實想要保障自己國內的經濟 所以開始對大陸採取一些制裁性的手段 相對於台灣這個戰機的銷售 我覺得對他來講是小case 小case 你是說隨時可以犧牲嗎 你說隨時可以犧牲 你說戰歌詞 我覺得這倒是有可能 但結論最後他還是要做生意 他可能也要把這個訂單拿來秀一下 說你看我還是賣了台灣這些戰鬥機 所以剛剛有講了 你說是順序問題而已 可能是個小改款 但其實對美國來講 這就是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國防工業訂單 所以我看法也是 到最後應該還是會 台灣買得到這批戰機 現在會因為 美中貿易談判的關係 擱置我們的軍手 你覺得這個新聞 就是問這個新聞的可信度 我認為是相當合理 相當合理 如果優先來看 他的priority 應該還是要解決 美中的貿易談判 這才是美國現在最大的利益的所蹤 所以這麼大動作的澄清 的原因是初選 我想可能初選也有一些關係 但也是給國民一個信心 因為畢竟這樣 過去有這樣的軍售 過去都是看美國臉色 現在到底賣不賣 可能對國內的國防信心 是相當重要的 我覺得現在的總統府也好 外交部也好 就是對各國外媒的 回應的強度也有所不同 相信看在眼裡的 不是只有國人而已 其實我相信其他世界上的人 其他的媒體也都看在眼裡 好像對於這個美國 或是中國大陸的媒體的報導 澄清力度不同 難道這個澄清的力道 不是應該是 就受限於那一件事情 新聞是真是假 而不是因為是哪一國的媒體 而去做澄清力道的差異 所以我覺得國防部跟外交部 目前為止看起來這個態度 會讓我們在回應事件的時候 有所非議 大家都知道 就是對美軍購 在美國的法律基礎 就是台美關係法 我們政府提出需求之後 由美國的國防部還有國務院 來進行立案 然後最後送到國會去做審議 過去像美國採購各種先進的武器 是中華民國增進國防的方法 只是說在蔡政府的操作之下 好像變成買到什麼武器 變成一種政治宣傳的工具 現在我們來看這個案子 就不管這批飛機 有沒有最後有沒有擱置的問題 事實上就像偉翰哥剛剛講的 要五 六年之後最快才看得到這些東西 時代雜誌這一次說 這是把它拿來當成 中美貿易談判的籌碼 其實是說得通的 因為確實時間點還有五 六年 在這個過程當中 中美貿易戰也持續在進行當中 只是國防部跟外交部 出來的否認 我大概會把它解讀成不算全錯 原因是什麼 因為這個軍事案 不管最後是交際 或是最後被否認的時候 川普跟蔡總統 應該也都不是總統 很明瞭